新党前立委封护详信清非用,案件缠纵12年后,最高法院去年驳回封上诉,维持有罪判决确定,封被依强制性交罪判刑3年4月,封入监不到3个月,今年出货保外就依他却申请再审,高等法院上月30日以图评几亿认作指摘为由,认为根本不符合再审要件,驳回再审申请。 2004年1月23日,封护详趁家人外出,见女非用盲玩家事后洗完澡,围着浴巾走回房间,且房门没有锁上,封跟着进入非用房间,将对方压倒在床,他求爱遭拒不顾山堵至墙角的被害人苦苦哀求,仍信心对方。 封在案经最高法院定验后,在罚监执行前,称自己有脑中风,随时可能转称恶性肿瘤危及生命,呼吁台独必败,统一必胜。 士林地监署也同意延缓执行,但逢入狱后又以重病为由申请保外就医,服刑短短85天后就离开台北监狱。 逢互相申请再审,所持的理由是认为自己蒙冤禅颂,心中极为痛苦。 即使最近将病故,也希望在人间留清白,逢主张非用内裤上的金斑,是从他卧着的垃圾桶内捡到保险套,再涂在两条内裤上。 证物是假的,他认为非用的两条内裤金斑是人工涂抹,非他性侵。 但高院认为被害人在警群陈述时速度情绪失控,落泪,即不愿意回想自己被性侵害过程,但他能举。 体描述逢互相求还方法,也对逢先前的骚扰,威胁主义详证词,高度可信,精简定,内裤上的金斑也非人工涂抹。 因逢互相媒提出证物是未造造物报的具体证据,高院认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在审要件,申请在审程序违背法律规定,因此驳回申请,逢互相信清非用判刑定验,他提在审但高等法院驳回联合报资料照片分享。